美國國會大廈暴亂 網爆安提法討論計劃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1月6日的美國國會聯席會議 因為發生暴力衝突而中斷了幾個小時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這是一場有組織的暴動 大量安提法成員參與其中 美媒揭露公入國會的一名男子 是猶他州槍擊案的主要嚴犯 並指控他作為黑命貴的成員 實施暴動以及威脅罪 現在已經被警方拘留 就在6日當晚 在美國的另一座城市 Portland 安提法在這個市中心再次進行非法集會 並大肆破壞設施 這是自從1月1日以來 黑命貴安提法組織的第三次暴亂 1月9日 新台人電視台報導 一段影片顯示 在現場的目擊者說 聽到了魏莊成特朗普支持者的安提法分子的對話 他們正在策劃如何搞亂這場和平抗議活動 而目擊者說 他可以聽到他們的講話 聽到他們想要做些什麼 他聽到他們說他們要搞局 挑動情緒 這些人看起來很壞 他看到他們打爛了國會大廈的玻璃 一名目擊者說 他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緊急管理協調員 這些人圍成一圈 討論他們能做什麼 他就站在他們的後邊 聽他們說可能做什麼 讓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起來很差 另一段影片顯示 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在離開國會時自拍影片 並轉發在推特上 他說到他在抗議現場了解到的情況 這名女士說 他們不清楚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國會大廈 但是他要告訴大家 今天的親眼所見 一些安提法組織成員 裝扮成特朗普的支持者滲透進來 他相信他們是那些打爛窗門衝入國會的人 這是發生的真實情況 這是一個局 讓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起來是壞人 那些人不是愛國者 1月8日美國保守派媒體 一個美國新聞網OAN節目的每週簡報主持人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 克里斯蒂娜·鮑勃 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影片顯示 1月6日下午 國會警衛人員從內部打開了大門 並分別站在大門的兩邊 放示威者進入國會大廳 參與衝擊國會大廈的其中一個人 已經被確認他是來自猶他州 鹽湖城、桑迪市的黑命貴、極端分子 約翰·厄爾·沙利文 1月7日晚 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第十四階 K街區的Hamilton酒店邊 警方逮捕了沙利文 據猶他州當地電視台KUTV報道 在2020年 美國因為黑人佛內伊德 死於警察執法過程 而爆發全國性騷亂之後 沙利文成立左派組織 美國暴動 這個組織與特朗普的政治觀點明顯不同 但2021年1月5日開始 沙利文他一直出現在華盛頓的幾個支持特朗普的活動中 包括6日在國會大廈前舉行的集會 在7日被逮捕前 沙利文曾告訴KUTV 他通過一線爛槍進入國會大廈內部 他還說過程中有一名女性被槍殺 事發時他就站在他身邊 據警方的一份宣誓口供證詞 沙利文是美國暴動組織的成員 這個組織謀劃在1月6日進行 將這些法西斯分子踢出華盛頓的活動 宣誓口供上記錄顯示 25歲的沙利文在2020年7月 曾被逮捕並遭起訴 他組織的黑命貴安提法騷亂中 有一名受害者被槍殺 具體的事件是 在2020年6月 沙利文和他的組織美國暴亂 在社交媒體上發帖 煽動公眾加入他們在猶他州 Provo市的示威活動 這項活動沒有獲得官方許可 在示威的過程中 有人揮舞著兩把手槍 向一名前往Home Depot的司機開了兩槍 沙利文還未拍到威脅要嘔打一名 開著SUV優女車的婦女 然後踢她的車門 並留下一個凹痕 在2020年6月發生有傷亡的示威活動中 作為組織者的沙利文 在聽到槍擊之後 並看到槍枝霧出的煙霧 但她沒有譴責 也沒有試圖制止謀殺案 事後也沒有協助警方進行調查 但她卻在2021年1月6日下午 參與了國會大廈的暴亂事件 就在1月6日晚間 國會認證拜登當選總統期間 安提法在Portland市中心進行非法集會 並大肆破壞設施 這是自從1月1日以來 安提法、黑命貴組織的第三次暴亂 但沒有一個人被捕 以報道Oregon州Portland市街頭抗議活動而聞名的記者 安提恩哥7日在推特上寫道 1月6日晚安提法在Portland再次暴亂 暴徒試圖闖入摩特諾馬院的法院大樓 並打爛了大樓的一個窗門 在衝擊行動失敗之後 他們在市區附近遊行 逐家地去捕毀商家 這是Portland市從2020年新年以來的第三次暴亂 但警方沒有逮捕任何人 記者恩哥說 左派對闖入國會大廈的人 和那些幾個月來 試圖銷毀Portland聯邦法院的人 完全不同的反應 告訴你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恩哥同時質疑 為什麼長達幾個月的Portland市中心的暴力行為 不被認為是叛亂 保守派組織、媒體研究中心 他憑編輯Tim Graham 在發給霍士新聞的一份聲明中 譴責了媒體對暴力的評論突然轉變 他說 不難發現 左翼的知名聲音突然發現 無法無天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 而如果這種行為能夠推動他們的議程 就可以原諒 美媒NBC 前著名女主播梅根凱莉也表示 媒體在整個去年夏天都淡化黑命貴暴力騷亂 現在卻這麼憤慨地譴責國會大廈的騷亂 這種虛偽性顯而易見 保守派評論員吉爾·杜斯基發推文說 極左派持續的暴亂被媒體忽視 並被左派知識分子擁護 據Oregon當地媒體Oregon Life報導 在Portland市的前面兩次騷亂 示威者放火、破壞和搶掠商家 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6日晚間 示威者又開始打閘商家的窗門 Portland警方再次宣布發生暴亂 並命令示威者離開市區 報導說 今次示威被稱為阻止法西斯政變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 示威者為何選擇打爛商店的窗門 來進一步推動他們的事業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